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回到下午的開市 今天有Ryan 和我 和大家一起看看 下午開市的事況 Ryan 你好 大家好 你是在哪裏 我在家 我看到背景 你是在哪裏 他這麽熟透面 繼續在IFC 在IFC 大家也是 看看有沒有需要 不熟路 去IFC問一下Ryan 當然了 可以留言 在我們留言板上問 Ryan你想問的問題 我補回人指 先做了2783點 升近100點左右 成交今天 略為少一些 只有七百 一十億左右 成交 到達21克 那 活躍少少的 恆子成分股 今天做得比較好 就是12、14、14 最主要都是66、18 出了一個30億的回購 彈了15% 阿里健康 跟著升 彈了7%左右 跟著就是業績非常不好的美團 都是6%左右的升幅 另外華人啤酒、吉利 都有3%左右的反彈 做得一般的股票 就是有隻小米的 今天回應7% 信任光學 都是在底下 彈完之後 今天都要回一點 差不多3% Wyann 市場怎麼看呢 今天好像 這陣子都偶在這個位置 走勢你覺得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找些什麼 帶個市場上去 現在好像輪流 想扯那個指數上去 但是 你輪完一圈之後 下一個到哪一個 沒有人舉手應頭 現在的感覺是 那變了 其實看技術 那個指數 下一關 理論上是22,000點的 那22,000點 什麼是頭關口過不過得到呢 留意著先 如果這個位過得到 其實是看50天線的 50天線就大約接近23,000 23,000呢 除了50天線 亦都是黃金比率 去年的高位 和今年的低位 你畫了大約0.38的位置 還有就是 過去三個月以來 那個項線位的平台區 失手了之後 這一轉呢 其實彈上去 就以那個項線為一個目標的 通常就 但是當然 反彈是沒有那麼強的 反彈是通常你打些折扣給它 你當是228 不過當然在此之前 你首先要上升到22,000才說 但是 好像一開始說 究竟用什麼帶上去 頑固 整個板籃籌 其實 你剛才看 只有美團 叫做拳重高一點 你其他的 潤啤 壓力健康 那些其實 不是很高 指數上去的 那騰訊其實上方就明顯是沒有力的了 業績出來又差 那其實 單單是回購 也是撐不到的了 那你看小米也是 小米就是 它直接回購 那回購好像五千萬 沒有記錯 對上一個國家的日 那都完全是沒有起色的 那個股價 那這些其實就正正是 看到後向就好像 審訊一些好的 我會覺得 至少都過了期結 明天是期結 那你過了期結 看看會不會有些啟示 那二十天線 短線 又叫做浪得住的 二十天線 就兩萬一千一 就是大約兩萬 二一二左右的那些水平 那就是距離現在五百點左右的那些水平 你看上個星期下去 都叫做浪著琴 又下去 又叫做馬上有個反彈 那今天其實沒有碰過了 那預計短期內 都會有些支持的 那所以就 上下兩邊看 一邊就兩萬二 一邊就是二一二 這八百點的位置 那個區間那裏 看看走邊邊 那個區間都比較窄的 那大家看位 那一八一零 昨天買了三百多萬股 用了五千萬 不知是否因為買得太少 突然覺得沒有了道 那就估下來 那現在還有十三個五號六 那是六點三個巴仙 另外也要問一問三六九零 昨天的業績出來了之後 昨天它升了十多個巴仙 那今天繼續夾上去 現在升了六點二個巴仙 就是三六九零的業績 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那接下來短期的波幅 會是看什麼位呢 沒有啊 不要當它的業績是好了 很好啊 其實 它繼續是 還是一家賺錢的公司 正在銷錢的公司 還有 從一個全全基本因素的角度看 就是 那以往大家會有些憧憬的 你有一堆的大數據 你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但是現在你還可以憧憬 你拿著一堆大數據 是有價值嗎 在內地 那沒有 沒有這回事的 那它完全是基於 技術走勢 還有那個 課源供求的一個因素 是好像是走回好一點點 但是現在你去到 就是百六塊左右的位置 第一層阻力 第二層阻力就達到八十塊 那其實上方就都幾多阻力在那裡 我想就不是那麼容易 一棍跟你突破那些阻力 你拿不是不行 買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要守這些股份 你給我我就不會這些位置去買 然後駁它上回二百二 那照小心點 三六九零其中一個量 就是它的送餐服務 多了一倍幾 最主要都是因為疫情影響 那其實不講三六九零 講香港那些地方 突然間都好像發財一樣 就因為疫情令到他們短期受惠 但是現在趨勢就是 過了一波了 那疫情會好轉回之後 其實內地都有一個概念 其實正在吹緊 甚至上海的半風關 都不可以完全去令到一個城市停運 在這樣的情況下 與病毒共存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個唯一的 可以考慮的方法 那麼怎麼看 接下來這堆內地的股票 在這個新式的中國特色的與病毒共存底下 經營呢 會不會面對很多問題 或者其實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在這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 這樣講 首先第一 如果你說美團的話 生意它會做多了 但是問題是 官方就要求你去 要減這個外送餐的費用 還有呢 要為那些送餐員的福祉要集上 這個是兩個方向來的 兩個方向就很簡單了 一個就減低你的收入 一個就增加你的支出 你生意做多了嗎 可以 你再做多一點 你整個的銷售才能夠增長 所以就做生意困難了 第二就是那些平台企業 面對的法規也都是越來越嚴峻 第三就是反壟斷 這方面面對的問題也都是越來越嚴峻的 那麼其實在法規上 完全是難發為的股份來的 如果你說美團 這個就不關自否命毒共存治的了 但是當然你說純粹計算項目的 它一定是好的 那個留在家叫外賣 所以最後提到deliveroo那些 理論上就一定是好生意一點的 在香港做生意都容易一點 沒有人會限制你收多少錢的 它純粹基於那個競爭去定價而已 但是內地就另一回事來的 如果你說說上海的一個所謂 叫做什麼它們叫做分區管控 好像那些官媒和那些傳媒 它們好像都溫馨提示 不可以提叫什麼封城的 不可以把它叫做封城 一定要叫分區管控 是不是分區管控 分區監控之類 我想大家要明白 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和經濟規模最大的一個城市 它佔GDP是3.8% 佔整個國家的GDP 你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都佔到一個 就是都可以做一些分區管控 其實你是一個show case 你給到其他城市一個壓力的 就是萬一你有疫情爆出來 你不要想那麼多了 上海都這樣做 你只能夠嫌過去的 你不可以寬鬆過去的 否則的話 你也想像到 你一爆疫的話 你一爆它的個案 不知道升到去哪裡的話 三位數月 你已經足以令到當地的官員 是烏砂不保的 所以你可以展望 就是接下來 如果有些城市 是出現一些疫症的蔓延 雖然說中國特色的 不是中國特色的 乳病毒共存 但是都會有一些 比上海今天更加嚴格的措施去做 這個是一件事 就是接下來我們可以展望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 上海、深圳兩個城市 加起來是超過中國的GDP 是5%這麼多的 雖然它們封城的為期 是相對比較短暫的 但是始終你對於供應鏈的影響 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反映到的 是會慢慢有一些 一環頭一環的樣子會展現出來的 其實如果你說看回這些措施的影響 參考一些投行的報告 摩根史丹利 第一季由4.5%去到3.9% 整年本來猜5.3% 他本來都看得悲觀的 其實摩根史丹利 因為你國家的目標是5.5% 現在都下調去到5.1% 但是我自己呢 個人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 5.5%一定是做得到的 因為是北京訂下來的 你地方官員要交數 你怎麼會交不足呢 所以就一定可以的 還有有中國特色的 應對經濟的方法 是有它的優勢在那裡的 所以你計算數字 就一定可以做到 問題是誰要埋單呢 就是你整個經濟增長的 所謂質量或者質量 如果你一些的供應鏈 是受到影響的話 這些增長的功率 一定是會受到影響的 從而哪個埋單呢 就是那些企業 反映在那些企業的盈利上 從而反映在資本市場上 所以我們要密切留意著 一些的製造業 或者甚至乎可能去到一些 內需的那些行業 內需本身其實是可以在那個線 但是他們面對的是成本壓力的增長 所以我們要看他們那個轉嫁的能力 是否足夠 所以接下來我們選股的時候 都要特別小心一點 那個基本因素 不要只是看著走勢 或者是看著一些資金的情況 因為其實接下來他們在那個中線的走勢 都會慢慢反映那個基本因素 現在的資金其實看得很保守 也都是看得比較審慎 大家要小心 尤其是一眾被阿爺祝福的 落地股票 尤其是電台 或者所謂成本增加的公司 所以好像Ryan說的 看本身公司的基本面盈利 是否足夠抵消相關你的成本增加 這方面今天都說得很清楚 大家要看著 我們先回答一些問題 著名網民潘尼奇 問2-3-8-8 中銀 中銀 中銀香港 現在仍然是28.4 跌至0.51% 尼奇就說 2-3-8-8分財報 看不看好 覺得會不會上回到32元這些位置 上一個頂就做了32.75元 Ryan 怎樣看中銀香港 我覺得千萬不要猜財報 尤其在業績公佈那一天 你猜財報是沒什麼意思的 你猜股價沒問題 但是你猜財報是否好過市場預期 或者是否收貨 或者是如何 其實真的沒什麼意思 你都不知道市場的反應 而當中有時候 你想想以前很多時候炒業職 市場的反應是來自 它當中可能某些細數 包括毛利率 可能包括某些撥備等等 而財報其實 尤其是銀行 它財報的變數是很多的 我們猜它就沒什麼意義的 那看走勢 其實你看回中銀香港的股價 來到這些位置 它現在橫行等著突破 但是向上向下突破 這個呢 怎麼猜呢 是吧 二分一機會 我猜就覺得沒什麼意思 但是本地銀行面對著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它按揭去佔它們的貸款總合 都幾大的部分 而剛剛 就是本港那個樓價的指數 其實你看到 都去到一年的低位 那其實這個呢 就反映它們那個資產質素 會不會有機會變壞呢 如果是這樣呢 其實對於本地銀行來說 會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如果你說我可以選擇的話呢 我會選一些國際銀行 比較多一些本地銀行 但是當然了 出了業績出來 我們看看那個情況才知道 那就先看業績 如果你做一些中場社的部署 你要先看業績 短線的部署 你就純粹拼 拼橫行 拼它橫行 拼它有些突破 那你上方就可能看著大約是五十天線 那下方你就看著一百天線的位置 可能穿了一百天線 你就走了去 那上方你就繼續是五十天線 甚至乎穿了就加住 用這些做法去做 所以短中線是不同的 那你視乎博業績亦都不同的 那樣的做法很難以蓋而論 我覺得 那Licky可以參考一下相關的資訊 那順便看看五號仔 那現在還有五十三個一 跌1.2% 那相對起二三八八 就走勢比較強少少 那五號仔或者二八八八 這些國際銀行股 剛剛都有約略地提到 那相關來說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預期在裏面 其實都是 背上它的業務 大多數都是香港 其實都會受到加息 或者好像剛剛所說的 樓價回落 而有一個影響在裏呢 我覺得會 我就真的比較擔心一些 一些本地的銀行 其實它們面對這個資格質素的問題 也都是我們說的 受累於加息 香港是受累於加息的 未必是受惠於加息 因為香港夾在兩個貨幣政策 走勢詭異的經濟體中間 這方面其實它面對的情況不同 以往的傳統 你一加息 都是對這些銀行股的利好 那個情況是要分別 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聽聽 今天蓋上了一些 本地的銀行股 和國際的銀行股 內銀股應該不用提起 是不是 人家怎麼看 順便看內銀股 今天都有內銀股公佈業績的 是吧 3988和939 好像是 走勢他們又不差的 你掩摸了個名字 差不多 又不是完全 不是可以完全不理的 但是我都是一般的 始終資產質素 還有他們身處一個 寬鬆貨幣政策的經濟體 這個對銀行的息差是不利 但是你說有什麼大問題 他們又沒有的 你說會不會資產質素急劇轉壞 不會 他們是借錢這些極之保守的一些銀行 只是借 你跟企業小小小 請少過一千人 都不用指意去問他借錢那種 所以就不會太差 不過你不要期望他很大動力 是 三種不同的銀行都很詳盡地 分享了威人的看法給大家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就是看了883 今早跟小欣都有提到 油價短期波動都很大 昨天跌了6% 是 最多的7% 怎麼看油價呢 因為反覆得很厲害 如果 你說那三桶有 其實都是只剩兩桶 那兩桶有 這樣走勢 你覺得會不會繼續可以向上走上去 我自己這樣看油價 其實始終我看向上為主的油價 始終地緣政治因素對於油價都有正面的作用 不過如果你說看油價短期的走勢 你始終去到那些高位都會有些回徒 這些商品的格格相對會比較波動 還有現在市場擔心中國的經濟會不足以支持油價的需求 不過你看到那個供應鏈 第一剛才說地緣政治因素 第二就是你看OPEC 其實都不是很肯爭產的 現在高油價不是多好 最好是200元桶 可能甚至乎 所以就變了油價就會大漲小匯的格局 但是可不可以令到那些油股受惠呢 始終油股就不太跟不足那個油價 跟方向就跟到的 但是你說例如883 你看 他今天的走勢都不是很反映到隔晚油價的跌幅 所以就股份還股份 油價還油價 方向就會跟到的 但是你看看883來到這些位置 10.75元這些位置都是一些前阻力的 前高位阻力來的 這些位置再搏下去 就直播空間有限的 我覺得 你寧願等它回一回才再拿著 如果本身有貨現在拿著不妨的 始終油價趨勢都是向商為主的 是 剛剛講到銀行股 就是講到他們的資金質素 怕樓價會有影響 其實今天內訪 今天早上都看了1918 今天早上都跌了20% 今天早上跌了20% 今天早上跌了22%左右 還有8.75元 鄭男 今天好像說是還不到錢 他要延期公佈業績 所謂何事呢 大家都不知道 市場就估計可能會不會 最後出現問題 其實最重要都是問題 其實上個星期 他有40億債券到期 但是融創竟然是連息都還不到 最後大家又質疑中 為什麼上年底出售這麼多資產 加上還要配過股兩次 為什麼連40億都還不到呢 那錢去了哪裡呢 那這件事就很關心 那現在就 立即 那個價位就反映了給你看 跌兩成 那Ryan怎麼看啊 那這隻故事 不用看了 看小隻 這隻看小隻 看來做什麼 你說反彈的 要反彈的 要反彈你 高人膽大的就反彈下去 這些都不用問的了 但是如果 不是的 還猶豫50% 就簡直不要提 這些風險是真的沒有不到的 我會覺得 因為你始終 像你所說 為什麼公佈不了業績呢 你可以有很多原因的 你可以是 你比較糟糕的就是 核數師持任 直接不肯看你的數字 不肯簽那個名字 單純保留意見都不夠 他直接不肯做 那這個 有什麼理由有錢不收 一定你的數字很大問題 那市場會這樣解讀的 這個比較差的情況 有些企業面對的情況就是 核數師上不到去中國內地 做不到一些可能 就是核數的工作 那這個其實也都有機會的 但是融創又明顯不是這樣 大家市場對它的擔心也都不單止是這樣 也都是延伸去到 它那個債務問題 它的財務報告是否反映到 它面對的債務問題 其它的內房也是一樣的 很多的內房他們借錢的方式 就用一些表外融資 用一些子公司去借錢 然後用母公司去擔保這一筆債 但是這些它完全合法 不過在財務報告顯示不了 而當你內地的流動性 是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這些或者這些內房 他們在賣樓的時候 那些錢翻不出來 就有機會出現違約了 現在的違約 問題是現在的違約已經去到一些美元債 那美元債其實這些是外債來的 借出現的錢來的 如果這些美元債已經是違約 一些國際評級基金後 給它的評級就會下降 那就會增加它們整體融資的成本 那其實是一個惡性的漩渦來的 那暫時來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你寧願 吃小多教訓這一堆的股份 那大家要小心 始終說表外債的話 其實真的有無底心痰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搞清盤數 那Nelson Nelson Knight都有說 喂 盤數都是造假 沒有所謂 那 喂 是會計操作 不是造假 是會計操作 是的 會計操作 是會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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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人問1772 是 是 錦鋒利業 現在其實都 由低位彈了一點 不過都是跟著市場 那麼 現在還要108元 那今天跌了2% 錦鋒利業怎麼看呢 沒有啊 其實走勢差 現在還未是時候買 因為起碼它又未上回到頂線位置 頂線就大約是 我想112 看看 量一下 大概那個位置應該是112左右 上回112才說 那你說要計股值的 現在都不是特別便宜 30多倍PE 那等一下先 等它下去20倍左右 可能就是90倍 試一下前底就不錯了 但是我覺得是 這些時候 始終有一件事就是 電動車整條產業鏈 它們面對一個放慢的情況 放慢是 你不知道哪個環節是受阻 令到其他環節都會受影響的 還有就是那個里價上升 去年升得很厲害 升了5倍了 這個是 一些電動車企業可不可以全數轉嫁給市場呢 如果你轉嫁不了 你這些加價加不虧的話 其實會影響市場那個 換車的進度和速度 這個也會影響了整條產業鏈的企業 你看回小鵬 昨天公布業績 你都見到 去年第四季都賣四萬多車 好像不錯 但是今季 他自己都是展望三萬多架車 三萬四 沒有記錯 今季的目標 你變成 連廠方自己的看法 是比較保守的 你變成整個產業鏈 預計都會有點阻滯 因為有些問題飛了上去 我都要問一問 騎牛韻雄說 一四零六點看 八毫四有科 先問一下Rio 這隻好東西來 半身股 主席名醫 政治醫療做眼科 當然 在規模上跟林新潮 不是啊 主席不是醫生來的 不是嗎 對不起 是會計師來的 他搞錯了 不好意思 他是醫管局前主席 前醫管局主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搞錯了 在七毫子那裡 其實都是一貫的 齊貨的半身股 在下面執齊貨之後 彈回上來 你看到其實很短期 都可以爬回到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浪了在現在的位置 其實都是等下一步 慢慢炒上去 如果是真的有興趣的話 其實這些價格都值得吸納 等它慢慢彈回上去 本身股是這樣玩的 八毫幾貨當然是拿著 現在都在贏錢 在贏錢 一直贏著來拿 就算上去水面也好 水面過六 他們現在還有水位 就算現在買都 我都覺得還有水位 是 有貨先拿著 另外還有有人問 我記得剛才上去 好像有日問1372 是不是 那就看看 不要緊 我未找到問題 我想可能 都是在問1372 現在有什麼部署 究竟看上看下 九蘭你怎麼看 哈哈 1372 有隻 看到了 有隻腳出來了 是不是有力再上 是呀 我也在找這條題 這條題目 是呀 光年之外 有的 其實是有點突破的 他的手勢 是 但是他快要公佈業績 看看有沒有看事 可以看完的 基本上他整個概念 我都是繼續可以看好的 但是 如果你看牆 當然是先看業績 嗯 好 另外就是問716 省師傅的貴 現在還有1.14 跌了2%左右 都在高位置 搖擺了 近期的韓運股 都好像回一回堂 你看到一些 這份好齊放去316 都有一個明顯的跌幅 昨天 716有怎麼看呢 嗯 看一看 716 他沒有業績 他沒有業績 你看他的業績 當然是增長得很厲害 你計算的營業額 是呀 是呀 當然 當然厲害 不夠貴 詳細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這個業績 但是如果你說 咦 不見了那個圖 如果你看走勢 你呢 來到這些位置 我會等他回一回 好了 等他回一回 可能 近一元邊才去再吸納 因為你來到這些位置 那股價很不便宜 嗯 再轉一轉 進入了 然後再次轉下來 去到這些位置 該不覺得要等去 其實走勢要改出去 其實走勢是差勢 如果脫了 721 是前支支支支支, stays 如果穿了的話就離開 相關的核電股 上年年底跟結證輪源 都炒了一段時間 之後就回軟 這隻都不炒 那時候也不炒 搞錯 這份小盤都不怎麼動 所以不要放太多希望 總之穿的話就離開 那時候炒的不同系 比較強的就是116 中廣核電力 真是電力 那時候是說電價上網 有一個炒作 但都是整個系 都走開 這個系有問題 大家小心點 Licky都問 現在這個環境 應該留意什麼板塊比較好些 或者應該有什麼股要入 真的 很想入去的話 就買一些穩陣子 舊經濟的那些 288那些 那些正正路路 又會派 又下來了 在這些位置橫行 有一些直播率的 這些位置 可能你駁它上去 5.25元 你還有一些水位 你要買這些而已 真的 如果你問我自己 我寧願買美股 這樣更開心 美股的走勢 美股的走勢好多 這樣 這樣算 這期就 玩回 波菲特那些 波菲特那些 你說美股 市場的風格轉換 之前我們不斷 瘋狂地追的那些 就是PE高 古值高 因為市夢率 這樣 但現在其實是說 全部東西 回歸基本 全部要和你計算 加息 制裁 那些出來 現在都可以追 市夢率的 但是 夢不在中國那裏 大家是很明顯知道 你在內地 因為內地很實事求是 是不是 那些上天那些 那些 不要想 不要亂發夢 所以 那些ATMXJ 就不要碰 真的 我覺得 現在不是 他憧憬他的時候 他劫是會有其他 供求的原因去劫 但是 你如果覺得 現在是一個特價事件 不是 所以你說 要買的 你也是 找些 計算的 計算的股份 那如果做市夢率 這件事 第一 叫自己媽媽 蓋自己兩巴 如果你媽媽沒空 我幫你 其實大陸 都一路 自己來 大陸的發展 就是 科學發展官 全部都是要說回數據 變得很快 變得很快 哈哈哈哈 那問一下3996 中國能源建設 現在做一個一號二 其實也是 跟剛剛說的那些核電 走勢的圖 差不多 那 簡家輝 就說 喂 去到這位 其實是否要走位了去呢 哪隻 3996 聽不到 3996 中國能源建設 是 多少錢 這些位置 還可以上一手 看一塊 一塊零五千那些位置 250千線 他先前 你看明顯 有些 看走了 你之前十一月 你走到 跟著 去到今次這一轉 他穿了一天 之後又上回來 這些明顯 250千才有支持 有支持 不是等於 一定不穿 如果他真的穿了 即是失手了 收不到在上面 可能今次是兩天 收不到在上面 那些明顯 那自己看著 鵬看上去是很澎湃的 但會不會突然間 不見了 很澎湃 那就要自己看著 171 和1088 PPSS 就問 兩隻來說 哪隻 值得買呢 還有 有沒有前景可以看 1088 看門股 是 你說前景 前景 如果看長的 煤股就不要搞的了 但是 短至中線 都還有一些直播率的 那因為 其實法國會都說明 要穩健地推進 現存的一些 警惡項目 全面停止一些 新建的 外媒的 媒電項目 那樣 這些就不是很關 神華這些事情的 但是呢 你衍生出來的 想法就是 相信 內地是要很保證 一個煤的供應 那個能源的安全 那就是說 本來 去的方向就是 要淘汰了那些煤 不要做一些高污染 高耗能 那些的能源 但是現在為了保證 能源安全 這方面 那個 國策的方向 其實是有稍為 就是 短至中期 一些扭轉的狀況 那這個對於媒體來說 相對是有利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 神華 171 其實都 有個不錯的走勢 但是當然 剛剛才突破 你可能等它回一回 但是有回的時候 就收集一下 那種玩法 你看它的網上空間 一至兩成 不要期望它給你 我記得1088 其實Ryan之前 都推薦過的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這個 剛才Ryan答1088 其實可以同時回應 潘Nickey那個 問題 就是這個環境之下 留意的什麼板塊 其實 Ryan 其實之前就推薦了 一些煤炭類 其實就1088 希望Nickey 都可以聽到 那另外 就 他說想答單一問 美股SE 想不想到116元 這個東南亞的騰訊 不是 昨天就收117元 116.98元 昨天應該是收 嗯 是 見到 是 上到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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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有答單一問 可以繼續問 是 可以繼續答 另外就是 109元 南方萬葉 那 之前都炒了上來 短期 但是 真的插得很深 那這隻東西之前 啊 上年 中 上年中的時候 炒了一段之後 都 走勢慢慢 那 其實是低位培餘 那 怎麼看這隻 南方萬葉呢 這些會很波動的 都有心理準備 因為 這類的資源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 又是 二百五十天線 明顯都有些買盤的了 但是 它算不算澎湃 那些澎湃不澎湃 沒有正我一直這樣澎湃 可能 買不買得過這些位置 OK的 有直播率的 上方看 大約過三至過四的水平 說真的都三四成 那 你下方 穿了前低位便走 說著 兩成左右 沒有兩成 就是 八號碟穿八號碟便走 那 你這樣去搏 我又覺得 都搏得過的 從小股來說 是 波幅之中大 自己提前位置 很重要的 三百零零 現在做了兩個五毫六 升 2.4%左右 出了News 大賺五十一億 但是不派息 另外一部分 美國出了消息 就是要抵制相關的 東南沒有指名中國 不過大家也知道 是說中國 那 太陽能相關產品 要增加徵稅 怎樣看三百零零呢 三百零零 算吧 不如 不要記意厚望 明白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那個消息可以詳細說 其實 那就是在說 美國商務部 星期一有份文件 就說 根據加州一個小型面板製造商 就是這個 阿爾仙索拉 這樣的要求 對中國的太陽能設備商 是否通過將部件送去其他歐洲國家進行組裝 然後再將成品運到美國 而逃稅 希望商務部展開調查 那其實 其實就是運一間小公司 有些人 對 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對 就是這樣 這個就 給大家一點資料 給觀眾 那其實 理論上是一個不利的消息 是啊 是一個很不利的消息 是啊 今早我都猜 我就猜會幾不利幾差 但是你看這些太陽能股 又OK 沒有太大的跌幅 但是我會覺得太陽能 或者光復板塊始終都是 是來著中美衝突的核心之一 嗯 現在美國的焦點當然是在烏克蘭那裏 但是 半年後 你可以想像 其實又是在中國那裏 是吧 是 所以就 這個問題 也會持續下去 是 可能會少少滯後 所以如果有相關的股票 那就留意著 那接下來這個消息 會不會影響股價的發展 那另外就要問一問 這三九八三 啊 現在做兩個九毫三的 那隻中海石化 那 那 怎麼看這隻股票呢 嗯 這隻剛剛突破 去到這些三元的阻力來 那你說可不可以再走那一陣的話 嗯 沒什麼動力啊 我擔心 是啊 留意著先 因為中性 這些看法 公佈業績 看賣業績 我記得這隻 都有 之前有觀眾問過 因為他都是做一些 就是有些是做化肥的業務 那 就會不會看一下 就是 想著俄烏那邊的局勢 就是影響到化肥出口 那 有觀眾就問這隻 是否受惠到 那我們當時就是答 整個板塊 二九七 三九八三 但是最靚的都是一八六六 因為始終市場都明顯 資金選了 投了一票 一八六六 就是他的選擇 嗯 大家留意一下 發肥股 那樣看好的 是一隻一八六六六 另外 講一隻一九零九 炒一棍 今天就回回15% 其實都是啦 一隻一九零九 最主要都是之前 深港通入了之後 連續三天都給了價 都到價 之後就說 升不專 小米二有可能會給了一個比較大的會 還會回來 沒有炒的話 自己看位置 自己看著 Licky,再重新一下,答案問題 181.16元握住了,原來看200元左右 這個都要看它的動力,即是沒有斥炒 自己留意,另外問6128元 汽石是否1.3元可以入,現在做1.34元,回到6%左右 之前都是因為美國上市的消息炒高了 買了兩天上來之後,這兩天成交壓就沒有特別大 去到這位可否後位吸納呢? 可以的,因為始終這隻股份都是汽車生產鏈的一部份 都是受制於整條產業鏈的氣氛差 你看整個地球只有特斯拉可以做得比較好 它整條產業鏈都是一般的 需要一些時間去回復的 其實你看它的6128在高位回到下來 我想要試試一下,大約過意了那些支持 看看那些位置可不可以咬住 整個板塊都差,很難獨自其身的 但是長遠來說,好像之前我們都講過了 石墨熙這一類的產品 它用作去提升電池的效果 其實那個需求會持續的 因為一些電動車,尤其是一些中階的電動車 因為他們的戰場是很激烈的 會是未來幾年會是太肉流強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他們面對的 他們是要想辦法提升他們的效果 電池沒有東西的,你是摩打 一是電控一是電池的 所以就變成在電池上面的 一些相關部件或者材料的需求會增加 這個我覺得可以的 那大家看著 始終現在電動車最主要的問題 不是價格問題 是充電的時間問題 石墨熙可以有作 這個電池充電的時候 效率時間縮短很多 這個也是石墨熙的作用的特性 這件事就有效 改善到鋰電的performance 大家可以留意下相關的股票 做了少少時間 大家可以留下問題 可以趁這少少時間回答大家的問題 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留意下右下角的QR Code 就是我們UPTV和艾德證券 這個Cost Over 開戶會贈送2880元的開戶獎賞 有興趣的話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Toby,2196 他就說35元有貨 如果在這些位置可不可以看45元呢? 也有條件去抽多一棍 可以看 看 他都沒有補充 因為整個技術走勢 但是阻力是40元 小心點 如果他遲遲上不到40元 先吃一點 等自己的壓力減低一點 Toby自己留意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問一次 可能不回答 不過是我們的TG Member 所以我們一定會回答 好像一定會回答 TG Member一定會回應 必須 必須 1024的快手 75.4.5 升到0.5% 都是低位彈上來後 你們看不看好還是看差? CAN問 怎麼看他發售呢? 跟他的業績沒有關係 記住他的走勢 市場喜歡怎樣解讀就怎樣解讀 有時候你不發覺 尤其是這些TG股 還有他不是計算的 這些股份 是給市場衷景的 短線我覺得無謂的股 中線始終受制於一件事 它是一些文化產業的股份 文化產業的企業 在內地其實它的細節會很大 所以就 而市場暫時來說 這一刻 他們的信心也是未回復 你更便宜的股值 更何況這些不便宜 更便宜的股值 都微補不了他們面對的政策風險 所以就 股價比較難有起色的 我會覺得 上方你就看著一百天線先 上得回去才說 他就算是說二月上回去 亦都不等於可以走好 都是跟回大致插 所以就 沒有什麼相機 我覺得這些股份 我會這樣想 所以高位浸浸派下來 其實真的有興趣玩 1024一定是後低位 防守性就會好一點 都好像話人說說 小心玩這隻1024 免得選手 輸到媽媽不認得就麻煩了 另外就要看一隻一七二五 他就說三十四元有貨 其實去到這一刻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操作 我自己 都是那句 5% 即如果你不確定 不中就走了 去到這一刻 其實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那 Yan怎麼看呢 三十四元有貨 是看股份 還是先看投資策略 投資策略就真是 和你說真的沒有 即是你不捨得止蝕 給什麼股份 你都會輸錢的 很坦白說 你真的要有些波幅 但是那個波幅是不是5% 你喜歡設8% 10% 我覺得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但是一定要設好一些指示 要去執行的 沒有的 股價高位落到這些位置 等它找回底 基本因素 之前都說了很多次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交流 坦白說 你不清楚 他肯定要有些事情 但是這些吹發低微動 市場也沒有耐性去等你 所以就 你只能夠守住 你三十五元拿著 你現在都沒有什麼意思 現在做這些指示 是 做業務始終都是牽涉到時間 可能有些人未必有時間去等 自己看看 883 10.72 他問會不會穿10.0 會不會衝穿10.98 即前個位置 應該會吧 應該會吧 是啊 是啊 估計真的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 因為你欠了多少錢 欠了兩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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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已經不是股值 會影響到它的東西 嗯 那你純粹看動力 那你油價回散的話 它會有動力 所以我覺得機會大 現在說的 大約是2%左右 這2% 看著了 你有興趣的話 蛋糕和自己看看 另外 Ray問問 小鵬汽車現在可不可以進 前景有沒有呢 另外 也是 多謝你 多謝我些什麼 他問完問題就多謝你 他很有禮貌 很有禮貌 很有質素 謝謝 很高質 很高質 但是小鵬汽車 我真的不太好 因為你留意它的業績 第一 你看到毛利率是跌的 跌的 跌得很厲害 跌多少 我現在沒有記住 但是第二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第四季 你還在賣 還在交四萬幾架車 第三季 你猜自己交三萬四架 已經是上限了 三萬四架 其實這個 你唯一解釋就是 他想給驚喜這個市場 他其實交到四萬的 他猜出來三萬四 四萬都少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因為那個 那個預估實在太保守了 比起第四季 那你就是說 在公司展望到的就是 它的供應鏈 是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大的未知性 他們是完全是掌握不了 那變成了 接下來他面對的情況 都會比較嚴峻一些 那你唯一是買車 你本身去賣車 你的毛利率已經不高 他走平價路線的 講講十幾個巴仙的毛利率而已 所以接下來 他很難給到一個很好的 就是 Story的市場 你一定要做到糧 你一定要賣到很多的車 而同時交到 你一個這麼低的毛利率 才有說服力的 你才有一個很好的 但是 他這兩樣東西都暫時做不到 還有記不記得 好像剛才所說 一些中階的 或者中低階的一些電動車 他們面對的競爭會很大的 也都會面臨一個太陽流強的局面 所以就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對於這個前景不看好的 但是 如果市況是大幅改善的 如果市況是大幅改善的 那些指數 整個港股氣氛突然間很好的 他一定可以受惠的 但是現在 你完全沒有一個理據 去看好市況會出現這種情況 如果這一刻 去馬上去 就只能夠搏 我又覺得 沒有這些風險 看著 三傻都是搏 市彈 他們也知道 在內地的競爭 是比較大的 所以其實 那三隻 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很密切地 鋪排 歐洲的銷路 放了很多騷子 看看會不會接下來 在這些業務上 在歐洲有一個明顯的增長 那不行呢 但是 Tesla 已經馬上在歐洲開了廠 是啊 你要直接跟他競爭 Tesla 其實賣不可以 不知Tesla 在歐洲 OK Tesla 都可以賣的 是啊 因為 他在歐洲 不是一哥 他不是 我記錯了 他不是一哥 他的廠是在德國 但是 Tesla 沒有辦法 這代表著高科技 所以 Tesla 歐洲不是一哥 何況 你三哥 何況 你一二一一 所以 就算是做的話 其實 在外面市場 你要打出去 這個 我覺得 挺有趣的 是 大家看著 試了差不多 好多謝 Wion 今天講的股票有哪一種 需要申報呢 都已經申報了 是 好 補花行指釋 21,886點 升200點 成交有843億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以及GUMMAN FORROW我們Instagram 以及FACEBOOK 這樣就完美了 今天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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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不如你搶你的手 捏它